大家好 我是師傅仔 今天是中國新聞 厲害了 蔡天鳳事件繼續有連載 另外還有很多事情要跟大家說 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蔡天鳳的案情去到什麼位置 因為內媒認為真相越變越明 但我們經常在有限度的資料 如何越變越明 你找警方查 民間又流傳一些說法 蔡天鳳遇害 是不是因為沒有債女還呢 有這樣的提及 就是爛賭等等 當中有一個關鍵位置 關鍵位置是 案發前誰接走蔡天鳳的孩子 誰接走她 她那時候正在去他們 正在去那個 接孩子 突然間失蹤 這個竟然是一個案情的突破位 另外看到了 我覺得這則新聞很離譜 壓航就等兩個外國人 飛機來的 兩個等兩個 飛機延遲了三小時起飛 引起內地乘客的不滿 她說當中國人是甚麼 不把中國人當是人 你試試兩個詞 中國人可不可以等三小時 這則新聞 我覺得很離譜 另外發現 是孫悟空真人彈的 有個男人 不刻意去旅遊的時候 頭就卡在石欄裡 那些網民就說 哎呀 她現在卡在這裡 變成景點了 丟下水果 你師傅五百年後 會來接你 另外又說說 內地客來香港吃杯麵 在公廁門口 中央出手 肉酸 嚴打不合理廉價團 就說這些劣質團 影響 旅遊市場規律的毒瘤 嘩 真是應該做事 好 我們交給OK仔 謝謝五仔 大家好 OK仔 跟大家說說內地新聞 內地新聞 當然少不了 現在兩岸局勢 兩岸局勢 也是緊張 由於解放軍的軍演 令到台灣方面的軍隊 就很緊張 說到在花蓮 竟然出現了 突然之間 日前 突然一啵啵聲 在上空中 就很大聲 很多人擔心 嘩 不是啊 真的打到來 到我這一代 終於聽到 真的打到來 這件事件 是不是真的 這個巨響 引起很多花蓮的民眾 在網上熱議 真的 有時候有些事情 有心災花不發 無心插漏流成音 我就說幾次軍演 總之有一次 會不會變成真的打仗 你看到普京的 烏鵝戰爭那一部分 都有點前居可鑑 難道真的打到來嗎 我們這次看看 花蓮在日前 上午 晨早流流 不是燒炮掌 就是連續五六次 懷疑大型爆炸的不明巨響 這個不明巨響的聲音 就在網上引起熱議 很多網民擔心 會不會是關於解放軍 在台海周邊的軍演 成為不是軍演 變成真作戰 究竟是不是真的打到來 好了 很多網民在網上熱議 因為在花蓮市、吉安、新城這些地區 很多人都聽到砰砰的聲音 一開始有人說 沒理由復活節拆樓 不是 繼續不斷砰砰的聲音 才覺得不對勁 在網上問 接著就說 很多人都聽到了 接著 現在有消息指出 這次的巨響 就不是真的打到來 就懷疑 那些飛機 那些戰機 突破音速 超音速 那些音爆 很厲害 那些音爆很大聲 可以震碎玻璃 沒錯 很多人都很擔心 現在就告訴你 應該是F16戰機 可能做超音速 令人測試 所以突然傳出這些巨響 真的嚇死人 也是很擔心 台海這邊的局勢 有不同的媒體 現在都報導 就說 航空母艦山東艦 就參加環台軍演 更加看到 不同的戰機 在這個艦載機 就不停在這裡升降 數到多少架 有人就說 四天只有八二格升降 當然不是吧 感覺上 就好像實力一般 有人就算 如果 你拍攝在尼米茲號附近 現在說到尼米茲號附近 人家美軍那些航空母艦 你不會四天只有八二格升降 人家說 一個小時也好 或者一天也好 那數量不會這麼少 這次台灣那邊 也看得到 很多不同的南隻 在台海對峙 根據央視報導 東部戰區的空軍 出了幾十部 遷擊機 持續位於台灣海峽 和台灣南北兩端 戰巡盡迫 開沉 遷海空艦機 空中封鎖演練 構建多向圍堵鎖台的趨勢 看到多格掛著實彈的轟6K戰機 遇警機 遷擊機 干擾機 支援掩護下 無疑 對台灣重要目標 就是多次打擊感化 也有軍事專家指出 你看得到 這一次解放軍 在海空 多點齊發 在台灣北西南東海域 快點進攻 看來 感覺上 東部安全區域 都逐漸消失 台灣方面 4小時內 有59部解放軍 軍機 飛來飛去 現在都很緊張 因為隨時擔心 真的會不會打傷軍 好了 這件事都要等下 看看有沒有 不會打 好 除了說完這件事之後 也跟大家跟進一下蔡天鳳的案件 在內地 內地的網站也好 看到很多不同的人士 就著他們的觀點分析 尤其是我自己覺得在內地媒體 他們那種大膽假設 大膽假設 這件事就是 小心求證 靠自己 因為很多事都是 不知道真 還是假 你問我是不是水分成分很高 可能是 亦都像是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內地媒體 某程度上 有些文章網絡上 他們的監管都很厲害 對於蔡天鳳這件案件 你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揣測 但依然是繼續存在 所以有時候有人會覺得 是否真的涉及這麼多 什麼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自己的看法就很不同了 這篇文章 他們的媒體就這樣報導 他說蔡天鳳這件案件 越來越清晰 殺人動機也好 錢銀的問題也好 全部就已經浮出水面 而說到蔡天鳳遇害 最大的不幸 就是家庭因素 全因家庭這兩個字 為什麼呢 因為他指出 他媽媽爛倒 談家缺錢 就這兩個問題 其實我之前也覺得 哪有可能 談家缺錢 你說笑而已 是不是 人家的錢 我不能說多到花不花 因為無限金錢 都會有洗乾淨的一天 李嘉誠附身旗 如果讓你去敗 你應該可以敗得完 哈哈 是啊 喂 要敗用什麼 經常都說 賺錢難洗千二 你總有辦法 你要洗 一天洗十億都可以 你要亂買東西 這個世界 當然 另一個話題 就是關於蔡天鳳的媽媽爛倒 在內地這一部分 其實你也看到很多媒體 都很大力去說這件事 因為有人覺得 他們這件案件當中 涉及的就是關於 根據內地媒體的看法 就是關於洗黑錢 有些媒體更加涉及 又說很多不同的勢力 又說很多不同的官員 這個層面我稍後再去解釋 或者去拆解一下 但我們首先看看 這件事件 就是說到現在內地媒體都覺得 在網路上大家互相在報 這件案件 基本上都已經可以歸立 某幾個方向 甚至乎叫大同小儀 因為說到說 大家都是錢、樓、A、B、C 這幾樣東西 但是說到說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為什麼蔡天鳳在這個時候 需要賣樓 他是不是真的這麼缺錢 內地媒體是這樣寫 是否定 因為他覺得蔡天鳳 原因只剩下兩個人 首先 就說他也沒有難度 差落周身數 是要靠蔡天鳳來找 所以 本身蔡天鳳的經濟壓力是很大 內地媒體是這樣寫 難度 有人會覺得他 從蔡天鳳母親 他那種社交網站 那種貼文 原褲 那種心態 可以看到他根本不是一個有錢人 因為真真正正一個有錢人 是不會這樣做 不停在這裡曬 自己的生活多奢侈 多豪華 曬包包 感覺上他背後 好像有一些目的一樣 這個目的一定是跟錢有關的 我可以這樣說 他不會是一個 天生有錢人 所以我覺得 你不是天生有錢人 跟真是天生有錢人 那種教導方式是很不同的 如果本身 出生是一個小康 甚至是中產的家庭 去到你大過 你有錢 再進一步 你會明白 你不會刻意去圓 曬自己有多有錢 因為你知道 你對上真真正正有錢的人 在他們眼中 你只不過是一顆沙石 但是 如果你在一個基層 到你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 忽然富貴 我經常說 忽然富貴 中立合座也好 不知道怎樣 從沒有身家 變成幾千萬身家 甚至半億身家 你個人 就會想做一些 窮人那種想法的思想 你看我幾個水 你看我賣給現在 厲害了 他其實那種是向下 show off 他不是向上 show off 他一來 其實對上show off 就是想告訴大家 我也很像你們那樣 什麼靚車 正所謂 有車有樓有現款 另一件事 可能是明標 豪華生活 名牌包包 可能在他本身的生活圈中 也不是很多富有的朋友 那種虛榮感很大 其實這件事 有人研究 蔡天鋒的媽媽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他可以印證 他根本不是正常 一些有錢人的做法 其實這件事都表示理解 我自己覺得 人家都不是真的 有錢人出生 這種是性格的問題 第二件事 就是關於 他媽媽難倒 為什麼這麼多人覺得 他媽媽難倒 因為 因為 一講起錢 來來去去都是這樣 不是難倒就難滾 那女人有什麼 就算他多揮霍都好 都不會敗身家 但是男人 或者在男人角度來說 通常都是兩件事 貼錢給女人 要不就是難倒 你只是吸毒 那當你沒有吸毒 這件事之後 那你只是將它合理化 難倒是永遠最好 合理化的 令他可以敗身家 的其中一個要點 亦都是人最容易接受 這個看法 我自己覺得 你說他像不像 不知道 因為有人用他 在社交網站的相片 感覺上他跟那些忽然富貴 可能是靠橫財起家 那些 這樣出來 那種做法有點像 我覺得不像 一個女人可以這麼難倒 這麼厲害 當然 這件事要有待大家去考證 第二件事就是 內地媒體這樣說 關乎譚仔那一家 又是現金周轉出現了問題 嗯 不知道 經常都覺得他們是 內地媒體總是覺得他們很不行 我也不知道為何他們會覺得 人家很不行 神經病 經常都說人家不行 我覺得有時候會不會關乎 大家仇富 喂 你看人家很簡單 看你的死款也是不行 假裝有錢 這樣 對吧 內地媒體提出了這兩個項目 我自己覺得 有點牽強 很牽強 尤其是經常都說人家很不行 一個蔡天鋒怎樣可以救到 第一件事就是 蔡天鋒說媽媽周身皆數 因為難倒 那我當你天文數字 幾千萬階數 好嗎 那你說要用田鋒 這件事勉強 我當是澳門難倒 需要很多錢 我當你這件事勉強可以成立 第二個問題 都問 其實第一個都很難問 我都很難的 大哥 你哪有可能 如果這件事 那個媽媽難倒 你很難會去見到 你站在那裡 那個人很友善 那個人很沒有戒心 不像是 你難倒 那種喜歡賭錢的 那種性格 不是這樣的 OK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 關乎 蔡天鋒的現任譚家 說到 他很不行 我說了 有多不行 你說到內地媒體不斷催 他說不行 還要說蔡天鋒能夠救到他們 好奇怪 希望叫做 賣了一間屋之後 就可以叫做幫補他 我都說了 人家那副身家 我都說了 是一間屋 幾千萬就可以幫你填到 其實那條數不是很大 那有多急 這些是質疑 所以 這件事是很奇怪 但是內地媒體又覺得 蔡天鋒遇害和家庭因素 是非常大的關係 另一件事 我覺得在這個案中 很少有人提及到 就是說蔡天鋒本身有小孩子 而說在案發之前 究竟那些小孩子在哪裡 誰要照顧 如果按照這個案件的推進 礦家要做事 舉例 我看媒體的分析 礦家要做事 而之前說 礦家是和前夫的兩個小孩子 他們一定要找人安排好的 而礦家找人安排去照顧小孩子 那一刻 有沒有人洩漏了一些風聲呢 給小孩子的人 這件事 我覺得是另一個問題 那會不會從這個線索 又可以了解到一些新的事情 當然 其實這件案裡面 有很多疑點重重 剛才我想說 一開始就是 關於蔡天鋒這件案 在內地媒體 很多媒體 甚至很多人都在說 涉及金錢利益 甚至說到吹噓到 又說花錢和洗米華有關 有人說 這些是龐大的勢力 背後一定是有恐怖的事情 不行的 我自己的這個看法 如果大家熟讀中國的行程 某程度上 內地媒體可以這麼大事 圈掩在說這些事情的時候 究竟 就是所謂的 背後的那種龐大的勢力 是有多大呢 在我自己的角度來說 可能 如果整個架構去研究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都 不會說真的很大 起碼跟現時的情況 一定不會是同一陣線 是啊 你讓他們說 你讓他們到處說的時候 一定就 不會是現在的那條線的問題 肯定是現任的其他路線 你可以這樣去理解 所以你說 其實代表了什麼呢 我自己覺得 嗯 了解一下 如果你有時候 看很多新聞都知道 哪些可以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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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會不會是 有些人說 很多山頭 會不會是 可能有些小山頭 在 有些人眼中來講 Piece of cake 甚至是對的 你多報一些 讓我炒起它 你知道現在國家 這皮 很大力去打貪的 這件事情 大家可能在這裡 嘴著一下 好了 說完這件事件之後 也跟大家說一下 什麼事呢 在貴州 有個男子 懷疑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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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靜 咦 咦 就說 他要伸了一個頭 走進石縫欄裡 那頭突出出來 露出半個龜頭 然後 出不回來 那情景就好像 輸不空 然後被壓五指山下 真棒 好了 那怎麼辦呢 有日沒有出 那後來就找了消防來救他 這件事件放在網上,有人說安慰這個男士 不要緊的,五百年之後就會有師傅來救你 所以告訴你,玩了要小心 消防員一定會幫你 搞得行,活塞藍的意思 所以告訴你,不要這麼好奇 不要見孔就捐,你捐不起來,出不回來 另一件事件,有一班航班在上海飛去曼谷 因為一個緣故,導致延期三小時 機上有幾百個乘客等了三小時,不能吃,不能喝 就這件事件引起很多人投訴 當然有影片可以看 因為在網傳影片上說,機上乘客則不滿然 向工作人員了解一下 但得不到正面回應 有一個乘客就說 一個人等兩個多小時 百多人就多少小時 究竟有什麼事呢?原來 就說到這個是廉航、亞航 你不能吃,不能喝,要我等兩個小時 也很難接受 後來看到有兩個外國人登機 蛤?不是吧?你延期這麼久等兩個人? 更加導致很多機上的乘客馬上拿一個電話出來拍 還有一個男士去問他 兩小時?為什麼? 那就是挑釁的味道 就這件事件引起很多人覺得 為什麼你要等兩位外國人 其他人 甚至乎中國人不是人? 很多人都投訴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離譜的 我不管你什麼國籍 從來一直都說飛機是不等人的 不應該等人的 因為你拍攝很貴的 你拍攝在這裡的時間 秒秒鐘都是錢的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那時候我們都說過 有很多準時要緊 內地客很流行 或者有很多香港人 去NASMINI才衝 到時候不讓你上機 就是VR鬼叫 正常的 這位 拍片的內地客 說得對 人人等你一分鐘 基本上百多人 那裡有多少分鐘 對 所以就這件事件引起熱議 就這件事有記者去訪問阿航究竟搞什麼 延遲了三個小時 暫時沒有回應 我也覺得是離譜的 是不是 不可以這樣 現在哪有飛機等人 好 另外 跟大家跟進一件事件 就說 內地客在香港吃杯麵這件事件 引申到出現低價團 廉價團 劣質團 中央現在出手 就說文化旅遊部嚴打不合理低價油 影響旅遊市場秩序的毒瘤 厲害了 中央都出聲了 所以告訴你 文化旅遊部發表了進一步關於規範旅遊市場秩序的通知 指出目前旅遊市場整體運行平穩有序 逐步呈現復甦發展良好勢態 但是那些不合理低價油 導遊鬧遊客 逼你買東西的現象有所抬頭 嚴重干預正常市場秩序 影響旅遊業的形象 這樣說 所以這些是需要處理一下 他們形容 嚴重限制行業高品質發展 這些低價是旅遊市場秩序的環固獨瘤 各地對於不合理低價油 等市場亂象保持 隔出來就要打 所以看來香港那邊都會倒閉 所以要嚴查 說到文化旅遊辦會重點 所以要調查一下 其實香港也可能 政府也要處理一下 因為現在國家已經發聲了 另外也跟大家說說 有位內地男子 將二千多萬人民幣傳入銀行做定期 五年之後 在銀行打算拿出來 蛤? 告訴你你只剩下40元? 嘩? 不是吧 二千多萬人民幣只剩下40元? 好了 於是他真的不嚇到你暈倒 也算是倒閉 他還會去找銀行職員問 銀行職員跟他說 不關我事 不關你事? 我知道 關你銀行事 那你在這裡做的 那為什麼呢? 不知道 這樣 激到這個男士要跟銀行爭取到底 結果就發現了一個真相 就說 他在銀行擔任客戶經理的扣子 透過他老婆 即是說這個男士的老婆 得到賬戶號碼 把一千九萬人民幣作為投資 最後 輸了 那真的不關銀行事 但是 嘩? 真是激氣 那我相信有時間 清官難審家庭事 那這件事 讓他們自己去 怎麼搞呢? 那沒辦法 那 即是 沒辦法 可以怎樣? 誰叫你自己家的人拿去投資 那又不會投 就變成了 另外 亦都和大家說一則新聞 現在說到內地抑鬱症患自己接近1億了 新冠過後變成抑鬱 內地專家說到新冠影響人類心理 最少持續20年 我看到不戴口罩 很多人都開始慢慢走出 不過依然有人很擔心 那這個數字也代表 人 距離要走出這個疫情 復原 是一段很漫長的時間 我們就經歷了三年 但是復原不止三年 這件事也會對於經濟來說 也是非常大影響 因為始終有些人還未走出那個陰影 這個數字也是令人震驚的 除了說完這件事之後 也和大家跟進一下 有位網紅直播途中 老爸突然衝進他的直播畫面 就說他給錢 不是留言 而是說他衝進他的房間裡 這位內地網紅叫韓晴 韓晴格 就說擁有大批粉絲 他有一天開Live 突然他的老爸衝進他的房間 並且要求他給弟弟結婚禮 今50萬人民幣 還要求他把平治的車過給他自己 要不就拿出兩球東西 要不就爬出家門口 我以為女網紅欠他老爸250萬 現在不是 他老爸不停鑿他 這件事件很有趣 因為他正在開Live 他老爸說他真是97 他就爆發了 他又說他老爸正在開直播 然後他老爸說 直甚麼播啊 現在叫你托給錢 給錢我啊 你是不是托我手肘啊 然後 說到說 你哪個網紅的老爸老媽要賺錢的 富貴那些是呢 閉藝那些你也不知道 你別想著每個都富貴才行 好了 然後這位網紅 就當著直播畫面回擊 就說 我嫁出去也不用50萬了 跟你兒子說不行嗎 跟你兒子說不行嗎 你兒子不是人嗎 你兒子不賺錢你去賺 你不要用道德綁架我才行 每一次回來你關心過我嗎 不是阿爺在這裏 我根本都不想回來 是這樣的 由於說到 他老爸獅子開大口 就要求把他的車過賣給他自己 真是 嘩 激到紮紮跳 很多網民就剝花生 有很多網民就支持他 中男輕女 告上法院帶阿爺走 以為兩球很容易賺 這麼好賺你不自己賺 很多人就覺得支持他 現在的家長真是激進 以為真是容易賺錢 很辛苦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次再說 Bye